机炮车开始上机 5月20日起连三天 台湾南端将举行演习 阿帕器 眼镜蛇 个型直升机 在屏东九棚基地东部的海空域 实弹射击操演 依据国防部发布射击通报表示 陆军在5月底到6月上旬 还将规划一系列的地面防空武器 实弹射击 国防部对于台海 还有在南海周边的 所有的情势 透过联合情间真 都有密切的一个掌握 共军5月14日渤海演习 又频频升高在南海局势 日本共同社报道 传出共军8月举行夺岛演习 目标是中华民国掌控的东沙岛 台湾军方宣示主权 不评论媒体报道或议测 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 及其相关的海域 享有国际法及海洋上的相关的权利 美军太平洋舰队 17日主动揭露 旗下每一艘前进部署的潜舰 目前都在西太平洋执行及时反应任务 随时可以作战 在中共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下 支持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 中共趁病毒疫情升高 均是挑衅周边 引发周边国家升级戒备 并寻求强化与美军合作 包括菲律宾越南的重要港口 台湾朝野立委希望强化国际合作 掀起预警 越南的金南湾跟苏比克湾 两个连成一条线 它的中心点叫做太平岛 实质硬体的提升 国际的合作这两项 我希望在短期内看到国防部 有相关的报告给我们 这样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在找实验项委员报告 我们必须要跟美方做一个联系 利用这一次加强跟美方来要求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南海一起共同的军演 这也是相关的重要 我们在关键的这个据点 我们就要关键的角色的扮演 有没有可能弹性驻军 包括这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办 那时候朝野都提案 陆战队回防太平岛 新唐人亚台电视黄亮剑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第二方面作为一个 一个